曾志伟日前虽然因为自称失职 辞掉了香港的演艺员协会会长一职 但是整个演艺圈都为此决定可惜 与此同时 曾志伟的前妻王美华日前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 详解与前夫长达37年的情感和恩怨 他表示曾志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一旦认定了你是他的朋友 他就会对你很好很好 但是可能因为对朋友两肋插刀 对家庭就反而无暇照顾 18岁就跟曾志伟结婚的王美华 为他诞下两名女儿宝姨和永宜后 因为忍受不了曾志伟长期不在家的工作状态 于是离家出走 把两名女儿交给了公公和婆婆照顾 曾志伟和王美华最后离婚收场 但是多年来两人都没有说过对方半句坏话 而且更加定期的保持联络 王美华最后更回到公公婆婆身边 重新担任照顾两名女儿和公公婆婆的责任 直到今天 而曾志伟与王美华离婚后 她与宋丽华再婚 生下了国祥和国有两名儿子 而夫妻间和家庭的关系也都是相当和睦 王美华表示 做曾志伟的女人很苦 并且一度落泪 因为曾志伟对自己的女人要求很高 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要立马站在她身后 但不可以多坐身 当她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乖乖地躲在家里面 王美华自问自己怎么也做不到 但是宋丽华却可以做到100分 王美华自曝 曾志伟曾经要求两名女儿 要管宋丽华叫妈妈 当时她感到非常难受 但是后来她终于想通 女儿其实多一个妈妈疼 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后来宋丽华移民加拿大 王美华甚至每次到加拿大 就到宋丽华家做客 可见曾志伟在管理前妻和现任妻子之间的关系 都做得相当出色 娱乐99搜集分享